尊敬的醉同修 醉護法 大家吉祥 阿彌陀佛 今天墨學 學悟 再借這個 我們修的時間 再跟大家來講講話 來互相鼓勵 我們能夠聚會在一起 能夠一起來念佛 來回向 特別對於我們的雷劫燕親在主 對於我們的祖先 對於我們的過往的父母 是一件很偉大的一件事 所以借這個因緣跟大家來講講話 我們澳大利亞現在這個疫情 也不是很穩定 你看我們雪梨 封城已經將近兩個月了 但是都沒有改善 而且一天一天的嚴重 但是我們博士也不錯 你看大家能夠聚會 然後一起念佛 這種的因緣 你不好好珍惜 要等到什麼時候了 你看我們雪梨師傅每次要丟垃圾 政府要必須你戴口罩 你看 要戴 要丟垃圾要戴口罩 我第一次 在這個環境裡面 遇到這種的事情 所以尊敬的 這個環境真的不穩定 災難什麼時候來 我們也不知道 今天我們博士 雖然地方小小的容納幾個人 但是起碼我們大家 法喜一起來共修 以念佛來供養 你看普玄行怨篇 不是講一句話了嗎 一切供養中 法供養為大 師父跟大家結個法源 以法來供養 你們誦經念佛 比方說法器作為挪牙 敲墨魚 敲骨 或者做一些義工 這個也是法供養 也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不會有機會講經 但是用我們的心來念佛 來誦經 來讀經 來聽經 希望大家 希望大眾 能夠離苦得樂 他也是法供養 只是用這種方法 是以內財布施 所以法供養有很多做法 可以來為大眾服務的 所以普賢賢賢怨篇 說得很清楚的 我們一定要相信 所以我們用這種方法來回向世界 回向我們澳大利亞 所以前幾天有人打電話問師父 這個修行為什麼沒有那麼順利 一下子進的土少 退的很多 該怎麼辦 這個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特別在這個環境 又沒有好的善知識 你看西方幾個世界 為什麼他們修行很快 因為那個環境不一樣 那個環境都是諸善善人聚會一處的 你每天跟人家在一起的都是 都是那些大知識的 大善知識的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再加上諸佛如來 每天你跟諸佛如來在一起 所以你進步很快 那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看 你看 又沒有同餐道友 能夠互相的鼓勵 又自己又懶得聽經 而自己又懈怠 懶散 再加上這個環上的誘惑 你不退轉 才奇怪 所以 過去 法葬比丘 因地修行 都是我們現在的阿彌陀佛 你看 他修行的時候 他有沒有一帆風順 沒有 他也是經過很多的挫折 經過很多一些考驗 經過很多一些種種的經驗 才能夠建立的今天西方極的世界 才有今天的阿彌陀佛的名號功德 他也不是一帆的風順 那釋迦牟尼佛諸佛如來也是如此 但是他們有一個特點 那我們要特別來學習的 法正比丘因地修行的時候 他為什麼 雖然沒有一帆的風順 但是他們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成就呢 他只有一個根源 就是忍辱 有耐心 所以金剛經講一切法得以忍 你沒有忍 你修什麼法門是不能成就的 這個就是因為他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 他的真心 所以我們佛法裡面講 盡心盡力 這個盡心盡力 都是功德圓滿的 怎麼叫做盡心呢 盡心就是沉靜的了 你真的沉靜 你真的你的願 你去教會 把佛陀的教會 你去落實 佛教我們做 我們去做 佛教我們不可以做 我們就千萬不要去做 這樣你才能夠 會有成就 會有成績 所以很正常 你今天門退步 不用召集 只要你明白 我是凡夫 不是聖人 給自己鼓勵 我也能夠成就 像阿彌陀佛那樣 首先你必須要把心 堅定 我能夠成就 阿彌陀佛都能夠成就 為什麼我不能成就 哪怕是我們不能 像阿彌陀佛那樣 但是起碼 我們跟一般的人 的區別也不一樣 這樣要信心自己 所以 你看我們博士 雖然 地方小 工修人不多 但是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你的盡心 你的盡力 那個才重要的 你的盡心盡力 能夠幫助我們 將來 往生西方淨土 也不是一件好事了嗎 只要你到西方極的世界 你就是跟阿彌陀佛一樣 你看這麼好 這個機會我們不用錯過 還真的啊 你看這個身上 你看這個 這個世界 萬般 將不去的 將不去的 什麼都帶不走的 你有什麼樣的 金元財寶 將來也帶不走 不要說這個身外之物 量我們自己的身體 都也帶不走 那我們執著 故意執著 做什麼呢 啊 學員 只要活得開心 法喜 將來 時間到了 我們趕快跟阿彌陀佛在一起 那不是很好嗎 你說呢 好 所以今天啊 師父啊 要跟大家來分享 這個 這個時間短短 還有十分鐘 因為 講太久啊 做太久啊 等一下腰痠背痛 哎呀師父啊 他講了這麼久 嗯 嗯 所以現在的人啊 哎 修學跟古代不一樣 一代不如一代 現在要求的要快速 死的也快 哦 你看過去的人有耐心啊 現在人沒有耐心 心腹氣躁 以前聽經是跪下來的 我們現在啊聽經啊 有時候坐在沙發 躺在椅子 甚至於可能床 躺在床上 一邊聽經 一邊喝咖啡 一邊聽經 一次吃餅乾 一邊聽經 一邊看手機 一邊聽經 一邊聽音樂 很多啊 所以一代不如一代不一樣的 啊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退步呢 那才怪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 好好珍惜這個人生 你看那個 昨天有一位 居士她的母親 躺在醫院 生病很嚴重 整個全身啊裝 裝那個什麼機器啊 那個機器叫什麼 就是說 希望能夠救你起來 但是那個機器呢 首先你必須要把你的肉體 24小時打麻醉 不然的話呢 它會很痛 所以啊經過這個 麻藥啊 24小時每一天 把你灌在你的身上 你看 我們 這個人生真的很可憐 所以我們要用功努力 念佛 消夜障 不要以後 我們躺在那邊 像跟他一樣 那就阿彌陀佛了 很多人現在 沒有人 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都是躺在醫院 躺在床上生病 經過一段時間 經過這些的 種種的障礙 他才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念佛的人 盡量不要這個 我們要走的自在 走的輕鬆 什麼時候離開 什麼時候走 什麼時候留下來 我們什麼時候留下來 你要修到這樣程度啊 將來啊 生死自在啊 多好 所以要用功 沒有經過用功 是不行的 好 那怎麼用功呢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叫做生性淨土 事實不退 這個生性講的就是真性 事實不退 是講真怨 像前兩天 雪裡有一位居士 他跟我說 師父 澳洲 環境不錯呀 再加上 我家裡 太太也對我很好 而你又很孝順 念佛藝方面 往生西方也是很殊順 但是 捨不得啊 師父 我捨不得也沒辦法啊 佛也沒有逼你啊 沒關係啊 但是念佛也不一定要 說 你要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一切許願 你不要勉強 所以 有時候很多呢 這個真性 不容易建立起來的 環境一誘惑了 我們就容易被動搖了 很多人寫佛都是這個樣的 聽到音樂 哎呀 很好聽 西方起的世界 有沒有這種音樂 我告訴你啊 迷投金講得很清楚 有啊 這種音樂很多啊 還有人摸本問的 師父啊 他因為他喜歡吃錯豆腐 問我 西方起的世界 有沒有錯豆腐 有啊 只要你喜歡吃錯豆腐 他會有的 所以有時候 眾生很多要求啊 看到這個 有這個 看到那個 只有這個 所以西方起的世界 你看阿彌陀佛 沒有醫院的 全部都是因為眾生 而所需要的 你是要健康長壽 他就給你健康長壽 你希望你這個身體 永遠健康不壞生 你到西方起的世界 你就健康不壞生 你感覺到 哎呀我每天要吃飯很麻煩 要煮菜 還有洗菜 還有這個 還有煮這個 煮好了 因為 又要洗碗 還有洗衣服 還有這個 還有那個 還有去買菜 要買水果 哎呦 真夠麻煩的 你看 你想一想 你每天 跟這個廚房在一起 你不會感覺很無聊嗎 你又不跟廚房相處在一起 又不行 你不吃飯你不行啊 像師父在雪梨一個人住 你看每天 早上起來吃什麽 等一下好了 中午又吃什麽 所以一天能夠 吃一餐多好 你看多好 你看 晚上所以不吃了 多省事啊 所以你看西方起的世界 阿彌陀佛法大院 師一得一 師食得食 只用你動個念頭 你想吃什麽 就在你的眼前 吃好了 自動消失了 所以阿彌陀佛法大 那思願都是以眾生為目標的 只要這個是正法 只要他如理如法 他就符合了 不如理如法是不行的 好 所以尊敬的 追統修大德 對於淨土的深信 真信非常的重要 那事實不退 怎麽說呢 我們看下面的 我們這一生 這個先來看 先來看 我們這一生 如果想要了生死 超越六道輪迴 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那第一條路是什麽呢 就是說你自己有能力 你能夠斷獲 正果 禅宗 裡面所講的 鳴心見性 大錯大悟 破無名見法生 打破 無始以來的無名煩惱 你的生死自然就了了 但是你想一想 尊敬的追統修大德 你想一想 有可能嗎 有可能明星見性大錯大悟嗎 禪宗裡面的 像六祖慧能大師 像那種根性 六祖慧能大師 像那種上上根的 我們不是上上根的 我們是下下根的 我們有這種可能嗎 很難啊 不要說明星見性 你能夠不退轉 都已經阿彌陀佛了 何況你明星見性呢 這不容易啊 所以師父有時候看到 這個星期 哪一個人有沒有來共修 這個星期 這個人為什麼沒有來共修 像剛才我問問 我們的邱老師 我們的尾農 為什麼這兩個星期 跑去哪裡 沒有看到他 師父想念他 為什麼沒有看到他 你看 也不容易啊 可能忙了 所以 你說在這個環境真的很多事情 有時候自己做不了主 所以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想要明星見性大色大悟 那真的很難 不要說明星見性 我們來看下面的譬如 譬如 下面的那一章 邱老師 譬如佛在大神經裡面 為我們講的很清楚 這個是釋迦牟尼佛在 在世當年有講過了 你要超越六道輪迴 最困難的事情 就是在哪裡 就是你要斷這個三界八十八品的賤貨 你要斷進了 你才能夠出離三界 了生死 超越六道輪迴 你要斷貨 賤貨 失貨 種種的 你要斷進了 你才會有 有這樣的機會超越六道輪迴 你真的了生死了 但是這一條路真的我們沒辦法 所以為什麼我們修淨土的非常幸運 為什麼 你看第二條路 還有三分鐘 來為大家分享 第二條路的就是求生淨土了 但是求生淨土它有一個很嚴重的 就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知道 就是這個原則 後面剛才講的 這四個字 事死不退 就是你的怨心 你那個怨又真怨 不是今天發願明天就沒有了 明天發願後天又沒有了 不是這個的 你要真正發願 你事死不退 你發願 你發誓 我永遠不退轉 只要你有這種的能耐 這裡堅定的抑制 堅固不退 各個往生 那就易如反常 所謂萬修萬人去 只要你有這種的志向 像有些人 我今生我要做大老闆 你有這個心 你有這個福報 沒有一個不完成的 我今天想要做什麼 哎呀像邪惡法師一樣剃頭出家 你只要有這個心 你都能夠做得到的 希望我們博士金鐘協會 我們總幹事 希望有一天能夠這樣 剃頭出家 以後我們的博士就有福了 希望大家鼓勵他 我們的牧儀 我們的威諾 大家鼓勵我們的總幹事鼓勵他 難得嘛 對不對 還有單身 只要你有這個志向 你有這個心 只要你這個心 你這個志心 你的志向 那你往生就易如反常 真的 我們一定要相信的 但是呢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這個時間很快 還有兩分鐘 但是我們看下面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念佛念得很好 我今天念佛念得很好 有一些人真的念佛念到修定了 他有這種定 得定了 有一些人真的念佛念得得定 有啊很多 師傅看到很多一些 念佛最後得定有很多 但是如果我們的願力 那種願力啊 往生到西方起的世界 那個力道不夠 那個力道 那個力道 那個發願的力道 都是那種怨心 那個怨啊 不過啊 力道不過的話呢 那你怎麼念佛 那你怎麼念佛 無論你怎麼念你也得定 哪怕是你成就得力了 你也沒辦法 了生死 所以這個四四不退 就是我們了生死的關鍵 你今天念佛念得很好啊 但是你沒有 沒有這個 心要到西方起的世界 你也沒辦法到西方起的世界 八字馬來拉也拉不動 沒辦法 所以有一些人呢 念佛他只是要修福報 所以阿彌陀佛很慈悲喔 你看那個四十八月 從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只要你依教阿彌陀佛裡面的教會 雖然你不到西方起的世界 將來你依教經典裡面的去 去做到呢 你將來到這個人生 是生在什麼家庭呢 好善之家 好德之家 就是說你的家庭很 很完美 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這個家庭裡面 父母都非常好 兄弟姐妹都非常好 而且這個家庭裡面 在這個社會是很有地位的 人人都尊敬的 而且在這個家庭裡面 你不缺乏什麼東西 一時無憂的 阿彌陀佛你看這麼慈悲 只要你念這句阿彌陀佛 然後在這個四十八月裡面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他裡面的教會 你把六度三學 哪一條你能夠去做到 你就能夠生在這個環境裡面 帝王之家 富裔之家 富貴之家 而能夠在這個環境裡面 活得能夠認識佛法 好德之家 好善之家 就是你們這個家庭 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又能夠聞到佛法 你看四十八月裡面 就這麼慈悲 阿彌陀佛這麼慈悲 所以今天你能不能往生西方 關鍵就是在這個地方 四十不退 你得怨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 師傅呢 簡單就跟大家講到這個地方 鼓勵大家 我們一起來努力 我們一起來修學 起碼不要求別人 起碼我們要求我們自己 把自己做好了 一切事都能夠如意 你把自己修好了 一切事情 確實我們所講的 都能夠趁心如意的 所謂的心想事成 因為你有福報 你懂得修學 有福報的人 就有這種的能力 希望大家 多多勇工 我們下個星期 再跟大家來分享 希望我們在一起 來共修 謝謝大家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體健康 老實念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